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到写字楼里做一个405nm蓝光撒菌灯的实地测试 在做测试之前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范围会采集一些细菌病毒微生物的样本 首先我会用这个测试棚在这里拿一些样本 然后我会放进这个样本的管里加入一些药水 做一个15秒钟的ATP冷光测试仪的测试 做一个15秒钟的测试 好 看到的数值是143 在世卫的标准和香港环保署的标准 如果在一个范围里面 我这部机查出来的数值是大过50个RLU这个数值 就为之超标了 所以它都超了接近两倍 我们稍后就会开这一支蓝光的撒菌灯 大约10分钟 看看这个范围有没有改善 我再开一下计时器 计时器较为10分钟 再开一下计时器较为10分钟 再开一下计时器较为10分钟 我们再开一下计时器较为10分钟 刚刚完成了10分钟的撒菌程序 再重新用一支新的测试棒 做一个测试 测试 测试 同样在最开始做测试的范围里拿一些样本 放入测试15秒的测试 测试15秒的测试 测试13秒 触到这个数值回落至12秒 短短10秒已经大幅降低了细菌病毒病生物的含量 而且已經是國際要求的物件上含有細菌病毒含量的標準以下 看到26這個數字是非常之美的